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劉美學長簡經驗談 那今天這個背景換了 但是我們今天又邀請到昭如 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昭如的家 然後來拍這個 我們有錄了另外一集 就是在錄這個之前 所以那一集會在昭如的頻道會看到 那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主要又錄了下一集的原因 是因為上一集有討論到跟昭如說 那我們可以聊一聊 也許就是針對音樂系的部分 可以做 有一些問題我們是準備 跟音樂系比較相關的 然後來分享這樣子 是的 那我們今天有 一二三四 可能差不多六七個問題吧 然後來討論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是 要跟昭如討論的是說 音樂系你當初像 當然你在台灣的時候 是沒有唸過碩士嗎 你是直接來這邊唸碩士嗎 對,我是在這邊唸碩士 那像美國的 你在申請音樂系的過程 大概是怎麼樣 音樂系申請的過程的話 就是要看不同的樂器 然後我是Bassume 然後比較冷門的樂器的話 就是我們沒有所謂第一輪這個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什麼比較 什麼長笛啊 小提琴那一類的話 就是你們可能會有一個第一輪 那第一輪的話就是錄音 然後呢 你就錄了之後 你就先發給就是 所有你要申請的學校 然後他們會在可能12月 或是1月的時候 告訴你說 你的第一輪有沒有過 那我的情況就是 我申請的學校都是當面面試 其實你可以選 就是你要當面面試 或者是 影片面試 但是我個人會建議 就是當面面試 因為你 像我當時的時候 就是 我 我考了三個學校 然後我三個學校 我都會事前跟教授發訊息說 我可不可以就是跟你上一堂課這樣子 因為 對我們來說就是 我們的樂器老師還蠻重要的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就來考試 然後和老師都上了課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 芝加哥那個老師 所以呢 我就和他 我就決定去芝加哥 然後就是在準備那個考試的過程中 要非常注意的應該是 曲目的部分 就是因為每個學校 其實他們可能會有不同的 曲目限制或是什麼 就有一些學校可能他會有規定 有一些學校不會有規定 然後我自己盯管的話 就是我記得當那時候我準備都是 他們要有兩個樂章 就是是單獨的樂章 就通常我們一個曲子可能會有三個樂章這樣 然後他就會要你挑兩個曲子 或者是同一個曲子 但是要有不同樂章 然後是可以展現就是你不同的風格 譬如說你可能A是挑 第一個曲子你挑的是比較快的 然後比較多就是你技巧的東西 然後你另外一個曲子你就要選一個就是比較慢的 就是比較多唱的東西 然後比較不一樣的是 嗯 美國會想要聽樂團片段 我沒有跟他們叫樂團片段的東西 就是可能會是 就是樂團曲子裡面的大solo 可能就每個樂器會有不同的特別的樂團片段 然後我建議就是在準備樂團片段的時候 也是要就是幾個大方向吧 就是你要非常確定喔 這個可以展現你的技巧 如果A這個東西展現了你的技巧 那B這個東西可能就要展現你其他的 就是盡量不要你所有選的曲子或什麼都是同一個方向 因為這樣會很難讓那個老師去決定說他到底要不要你 對 喔 所以 嗯 像你說你最後是選擇支架在哪一間學校 螺絲服 喔 螺絲服 嗯 所以他就叫Roseville Music College嗎 不是 他是叫CCPA Chicago College of Art OK CCPA 喔 Chicago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 對 那Roseville 是不在學校的那個名字 Roseville 是 你知道就上了UWM 然後下面是Path School of Art 喔 所以它是Roseville CCPA OK Roseville是那個Music Department的名字 不是 Roseville是學校的名字 喔 然後CCPA是我們系的名字 喔 OK 然後像 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你去 有說你要上老師的課 然後就等於說 你算是上課的時候 然後同時安排面試這樣嗎 嗯 通常是我 我的 我會先 因為這就讓我想到一個問題 是說 因為你有三間學校 然後你要怎麼 因為你來一趟 你可能不能說中間隔好久 然後才去另外一間 可能是會想說 把它排很近的時間 一次完成三間這樣子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好像每一個地方都花了三天左右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 我們面試有一個狀況就是 很容易會撞期 如果說 因為其實你 你那個面試的時間 就大概就那樣 嗯 如果你撞期的話 那你就要取捨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選了三間學校 然後 每一間學校 就是一開始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的樂器的面試時間 會在哪一天 所以那個時候 你就可以安排說 喔好 那我這個時候 就來面試這個學校 嗯 然後呢 面試之前上課 或之後上課 不一定 就是 就是完全是看老師的時間 然後我在芝加哥的學校 我芝加哥的學校 是面試之後馬上上課的 然後另外兩間學校 是面試之前上課 沒有可能 對 所以就算是 其實那個上課的時間 也算是要看老師的時間 排出來 所以你面試時間 可能可以先排出來 對 因為那個面試時間 它都是那個 那個 都會 你在報名的時候 就已經會在網上出現了 嗯 對 所以那些都是你可以先 事先安排的 了解 對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 就是 某種程度也算是 接續上一個問題 會後面會發生情況 就是說 申請完了 然後來到美國 然後來念了音樂系 那你覺得你的第一印象 對於美國的音樂系 你覺得是什麼 比如說對你衝擊啊 還是甚至好的也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對我衝擊最大的 是讓我覺得 我以後的工作 可能會有著落 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可能 大多數的人 會看待音樂系 比較多是 啊藝術嘛 你又剛踏進就要說 有工作了這樣子 就是 就是我覺得以前 因為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就是我的老師都會跟我說 學音樂以後就是沒飯吃 真的嗎 老師怎麼都這樣子 就老師說 你要不要 就我升大學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那個高中 他教得非常好 然後我們兩個到現在也蠻好的 然後就是他 他就跟我 他那時候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大學 就是學一個不是音樂系的系 這樣子 不然就是 你以後出去可能沒飯吃 然後什麼的 你知道就很正常 所以我一直就覺得 反正 我可能學音樂也是就是為了夢想 反正我這輩子也就這樣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但是我來了美國之後 我覺得 就是我的老師給我的感覺 就是我以後 就是我走音樂這一行 我以後是有辦法用音樂 養活我自己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事情 你說在美國讓你們知道 對 對 就包含我的老師 就是他到現在六十幾歲 他也每天練琴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總會覺得 好像你的年紀只要就是過了 譬如說二十一二十二人 然後你就老了 你就不行了 可是我的老師就告訴我說 你還很年輕 然後你到你現在一直 現在不是你人生的高峰 他覺得你就是一直練琴 然後你的高峰在未來 嗯 他讓我就是很感動 就是一直鼓舞你的感覺 這樣子 對 前方充滿希望 對 我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那個時候真的是 那時候應該是我跟那個老師上第三堂課吧 那個老師叫Denis 然後他就問我說 我有一天我上完課之後 然後我在收樂器 然後他就突然問我說 我以後想幹嘛 然後那個時候 我覺得 就是我很想 就是我覺得我的問題就是 就是我沒有辦法很自信的說 I want to be the musician 就是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他那個時候 嗯 我就沒有說話 我就說我也不知道 我也要幹嘛 然後但我就背對著他 然後我也不敢 而且就是 我剛來的時候 其實我很多很多基礎 我都是從 很簡單的東西開始 就是什麼 催音階啊 就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東西 開始 然後我就這樣子 嗯 一年吧 就是我們上課他就只聽我催音階 就是也沒有什麼曲子什麼都沒有 就只是音階跟長音就這樣 然後 第三堂音階和長音的課 然後他然後他就突然就是 就是反正他問完我那個問題之後 大概靜默了三秒 就我也沒有回答他 然後他就突然跟我說 I think you can be the really really good musician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 我就雞皮疙 天啊我現在還雞皮疙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好像從來沒有一個老師很認真 真的告訴我說 你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然後就包含 就我以前也不太敢說 喔我想要烤團 我想要就是做在很好團裡面什麼 或是努力的去完成一個事情 就是很多人就說 啊反正以後音樂就沒飯吃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就啊好嗎 那就沒飯吃吧 就這樣吧 反正我就 可是我很喜歡這個東西 那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覺得好嗎 我就繼續走下去 我就覺得反正這是我想做的事 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當有一天有一個老師就是 他呆的團還不是那種很一般的團 就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的成員 然後跟你說 你可以的 你知道這種感覺嗎 就是 一種肯定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覺得美國老師會讓我覺得 他們看到你的可能不是你現在的樣子 就是他們不會以你現在的樣子去定義你的人生 他們會看著你 然後看得比你更遠 可是有時候可能當下我不知道吧 就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現在我就會覺得 嗯反正我就會覺得 嗯反正我就好好努力這樣 所以 所以你 你那時候就是感覺到說 欸你未來 會有工作 你覺得是 你是看到說 會做某特定工作嗎 還是說你有很多選擇 嗯 我其實自己 我一直是很想要做團的 就是我很喜歡就是大家一起催樂團的感覺 做團是什麼意思 是說你還留在學校嗎 還是算是 喔做團的意思就是說我去 就他其實也是一個工作 然後就是我在一個樂團工作 但是他是一個正職的工作 就譬如說我可能就會是某一個樂團裡面的 嗯 低音管的什麼 可能二部或是低音管手琴 那如果是小琴琴的話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會是樂團的小提琴手 但是就其實就是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考樂團這個process是非常殘酷的 就是我們考一個job 就是我們要得到這個工作 是我要有第一輪第二輪跟第三輪 嗯 然後還有一個每一個樂團考試的時候 他們的list是不一樣的 就是每個樂團要求都不一樣 然後第一輪如果我過了我就有第二輪 然後第二輪過了就有第三輪 然後第三輪有時候還有final 就是第四輪之類的 然後接著呢你可能會跟他們的樂團 就是合演一兩週什麼的 他們會再決定說要不要給你這個工作 嗯 這是我們的 然後我們有時候我們其實很常很常遇到就是 嗯 可能你第一輪就被刷掉了 有可能到第二輪然後被刷掉了 有時候可能第三輪又被刷掉了就這樣 然後你就要再重新一次 嗯 嗯 對 所以團會是變成說有點類似那種 他會到處巡迴演出那種概念 嗯 沒有不一定 你說譬如我們講 美國的話就是他們其實每個團會有自己住的定點 哦 對 就譬如說呃 芝加哥交響樂團他們有自己的聽嘛 然後我們就講Milwaukee Symphony好了 就是他們也有自己的聽 他們 他們今年秋天自己的聽應該要蓋好 但他們現在是在Market Center OK 對 所以就是他們不一定有 可能他就固定在某個場地演出這樣子 對 但是他們偶爾就是 也不是偶爾 他們也會可能一年有一兩次也會有Tour 就是巡迴演出 嗯 對 所以就是 哦 不錯耶 對 怎麼會顛覆 可能是我沒有去過那個 我覺得應該要去體驗一下真的 你說體驗不同的Bar 然後按那個什麼 你那個算Pub還是什麼 嗯 Clock 算Clock 就夜點 你知道我們這邊有嗎 Brain Street是不是都是那種 就運動型對不對 好像是 運動型 因為大部分好像都是運動型的感覺 就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看 你說看球賽那一種 哦 因為我對球賽沒有什麼興趣 嗯 對 對 因為我 因為我常常經過那裡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 其實 大家都是 就是有點類似在 就是喝酒啊 然後聊天 嗯 所以其實沒有你說到那種跳舞 我覺得 Brain Street好像沒有那種 嗯 可能是要別的地方吧 嗯 不確定 那我們第三個問題就是 嗯 因為開始上課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討論說 嗯 你覺得音樂系的上課 在美國有什麼不同 比如說學科或是術科 嗯 學科的方面的話就是 我記得我們就是要讀書嘛 然後讀完書之後就會在課堂上討論 嗯 這個可能是比較不一樣 而且是 就是其實老師會記就是你有沒有 嗯 上課討論 因為我們那時候 最 最多 我想一下 一般可能九個人的課吧 嗯 然後我們都會要讀一些資料 可能每一個禮拜的資料不太一樣 然後 嗯 就是你讀完之後你就要發表自己的意見 有時候可能會是 這個 你就是從 不同的 譬如從種族看音樂 或者是從性別看音樂 你知道美國人很喜歡這種 跟 所以那是某一種讀書團的概念嗎 他那個課其實是有一點 他叫做 Style and Literature 就是他有點像是 告訴你 風格 或者是去討論 然後 以不同的 嘖 不同的觀點去看音樂 什麼 但是那個時候你就要有很多的想法 然後呢 你就是瞎講也可以 就是我覺得美國老師還蠻 我覺得美國老師其實不在意你說什麼 但是你一定要說 嗯 嗯 他就在意說 欸你有沒有 任何的想法 對 就是他們很 很喜歡聽你 講什麼 就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我那一週我很認真的讀書了 然後覺得這個觀點好像蠻好的 然後我上課講的時候 老師就覺得 老師可能就是你可以從他的那個 肢體語言 就感覺他有沒有興趣 他可能就是 喔還好 然後有時候呢就沒有什麼讀書 然後就瞎說 老師就 這個好 然後我就 嗯 什麼 對 就是有時候 以後都不讀了 對 然後 什麼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我們讀了一個文章 就是那一個作者是說 因為就是音樂大家都知道就是 是一個很有歷史的東西嘛 就是可能會有什麼什麼中世紀 然後巴洛克 浪漫時期什麼的 然後那個文章的作者 那時候他在講的時候就說 因為我們在講到風格這個詞 他說那 我們既然是一個演出者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穿著就是當代的衣服 就可能 我們今天如果要演一個巴洛克 Cosplay一個 對 我們要穿一個巴洛克那種素幽 然後 哇 然後那個大裙子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聽起來就像神經病 對然後 然後他就是講說 那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 就是你們覺得有沒有 嗯 就是對演奏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幫助啊 或什麼的 然後 反正我 就大概就是讀這一些東西 然後你就要去闡述你的觀點 或什麼樣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音樂 這個東西跟演戲很像 嗯 因為就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 嗯 其實有一些樂就是一整首曲子的話 是有分樂章嘛 然後第一樂章第二樂章第三樂章 有時候第一樂章會是很輕快 然後第二樂章就是很悲傷或是怎麼樣 就是你要怎麼樣在那個很短 就是你在台上的幾秒鐘裡面 你要轉換那個心情 嗯 就是大概就是這一種 然後反正我們就會去討論啊 然後 然後因為我們畢業的時候 這個課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 最主要是為了我們畢業的時候 會有一個就是你要去分析你的曲子 就是我們通常畢業都是要開一場音樂會 然後呢 你要有就是你的就是 speech 然後就是會有幾個教授在下面 然後你要告訴他們就是你你選的曲子 然後為什麼你去選那個曲子 然後你的分析啊或是什麼的 然後你詮釋的時候如何詮釋為什麼 我覺得美國有一個很特別點吧 就是他們很喜歡問為什麼 就譬如我說我這裡就是怎麼處理 譬如說這是一個 Dominant Seven Chord 就是鼠七和弦 然後呢 所以呢 譬如說我小聲的處理它 然後教授就很喜歡問說那你為什麼這樣處理什麼的 然後你就要有那個反應可以去告訴他們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你要把一個很抽象的東西變成很 你知道 你可以 有那個實際的道理 對對對 就是這是理 就是學科方面 對 那個小聲就說那我到那裡沒有氣了 沒錯 其實就是沒有氣了 說得很好 對 但是你又不能跟教授說我沒氣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開始連消微 你知道嗎 那邊就是我一個 這個 彈出的一個片段 我覺得就是我一個這個曲子我覺得它是一個轉換 然後他們就覺得你想的真身好 就這樣 沒錯 對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素科的方面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我覺得還滿有壓力的 我覺得素科方面裡面又有分就是你個人和你和別人合作 就是我覺得個人的話就是你跟你自己的老師上課嘛 然後我覺得美國的老師和亞洲老師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就是亞洲老師可能他會很嚴格的對待你 或者是他們會你如果沒有做到什麼事情 他們會很就是震驚的告訴你說你要做到什麼事情 或是很叮嚀的素科 但是美國的老師他會覺得如果這個東西是你想要的 你應該要自己努力 所以他不會去扮演那一個就是叮嚀的角色 就是如果你要好 就是如果你告訴他說老師我這裡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會幫助我 他會幫助你 但是如果你的態度是很換就是很善慢的 他就會覺得那我也沒有必要就是很 嚴格的對待你 反正以後你可能也不走這一行或什麼的 對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不一樣的吧 然後呢 所以他基本上如果你沒有特別要求的話 他可能就是只會講好話而已 對 他就是在扮演一個這個善良的阿公 善良的阿公 就是沒有要扮演黑眼這樣子 對 而且就是我覺得美國的老師就是 其實如果你很真心想學一個什麼的話 他們是真的很願意幫你 就是我之前那個老師就是 因為我來了美國之後 我是所有東西都重新學 然後我的竹片什麼 我也是自己重新弄 然後就我真的花很多時間 然後他也知道 然後他寒暑都給我上課 但是他沒有另外收我的錢 但其實他思課一堂課還蠻貴的 所以他真的是對我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但是然後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其實是念 就是 也是音樂系 但是他就一開始就和他老師說 我可能以後不會走這一行阿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他老師對他的態度 一直就是很放鬆 就會覺得說 那你既然都這樣說了 那我為什麼還要要求你 或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 說到思課這個就是 我剛好今天早上看那個 就是有一個YouTube的影片 然後就討論到說 他們那個音樂系 就在分享說 他們以前上課 上一門多少錢多少錢 然後他就講到說什麼 台灣好像如果你是給教授交的話 可能是一門是兩千以上起跳 兩三千可能這樣子 那美國你有注意過他還是 比如說你的那個教授 然後他如果是思課 會是多少錢嗎 我第一年來考試的時候 我和 我那時候考New England 然後我和那個 Boston Symphony的首席上課 一小時兩百五美金 哇 對 但是管樂這個已經算便宜了 OK 就是如果是弦樂的話 maybe四五百一個小時 就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要和 譬如說 Concern Master 就是小提琴首席 上課的話 可能是四五百 一個小時 對 但是我後來和 首席算是跟教授一樣的等級嗎 還是更高的等級 嗯 在美國這邊就是 首席這個事情就是 如果以不同的團 和那個團的名聲來講的話 就是可能 他的身價會更高 然後如果你只是單純在學校的教授的話 那你就是看那個老師的收錢 然後我知道我在Milwaukee這個老師 他一個小時好像是收六十塊吧 哦 五六十之類的 好想 所以其他他也是走一個佛心的教會 他就是一個很普通 但是 但是他也沒有很常在做那種教課的事情嗎 感覺 嗯 你說我Milwaukee知道了什麼 教授 他是學校的 算是那種 adjunct 哦 嗯 然後他平常是在Milwaukee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跟老師上課 就是你都可以問他們的價錢 因為其實每一個團的老師 就是他們的價格不太一樣 不過這樣某種程度上 是不是說 因為你有指導教授 所以你請求某種程度上 你是在免費的被這些教授上課 好的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就是算是我們的第四個問題 嗯 我們要這個問朝五輪就是說 因為剛剛講到上課 那下課之後你的課與活動 大概有哪些事情 你會在課後活動做 嗯 如果一到五 課後活動這個我們分兩個說好 一個是週一到週五 然後另外一個是假日 然後呢 嗯 我的話週一到週五課後 大部分就是 很平常就是練琴啊 做作業啊 然後 做主片啊 還有做飯嘛 因為就有時候還要做隔天的便當或什麼的 然後 嗯 有時候我還會去聽音樂會 就以前在芝加哥的時候比較會 因為那個 有時候那個什麼 音樂會的票就是週一到週五是比較便宜的人 所以我們就會去聽音樂會什麼的 然後 假日的話活動就會比較多 就會跟朋友去逛Outlet啊 然後 呃 逛街 逛街逛Outlet 然後喝咖啡 就是各種的活動 這樣 對 我覺得芝加哥其實比較多可以逛的啦 對 就是 你的學校算在Outlet 我們在Outlet OK 對啊 因為就是 密西根大道啊 然後就逛街了嘛 對 然後很多景點又在附近啊 那個千溪公園啊 嗯 然後很多這個美術館 美術館 對 都在附近這樣 嗯 所以感覺 如果你的學校是在Outlet 的話 確實是 是蠻多這個 課餘的活動可以去 我記得以前就是 每個禮拜四 呃 那個美術館都是免費的嘛 就是如果你是 芝加哥也是這樣嗎 是芝加哥 對 好像是每個禮拜四 他是晚上 嗯 下午五點以後 還是幾點以後 都是免費的 然後 嗯 我跟我朋友 我們就會去看 嗯 就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這樣 其實 我覺得這些都是算是很好的那個 對 課餘活動的選擇啦 就是 如果你來到的是一個比較 藝文相關的發展不錯的城市的話 嗯 我覺得有很多的 尤其像是芝加哥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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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或者是一些靠湖的城市的話 嗯 其實很多 尤其是在 還不是冬天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會到這個湖邊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 芝加哥的夏天 是非常 有趣的 尤其是在Downtown 因為你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旅客 然後你還可以看他們就是 反正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看到各國不同的人 然後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然後我以前就是 嗯 就是我假日我還喜歡就是 嗯 去吃飯吧 就是去不同的餐廳吃飯 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吃 然後我也很喜歡吃不同的美食 就是各個國家 我覺得在美國有個很好很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文化的大熔爐 就是你可以吃到譬如說古巴菜啊 然後西班牙菜啊 意大利菜 法國菜 各種各式各樣的 嗯 對我也覺得我是來美國後 就是吃了特別多的就是異國料 嗯嗯嗯嗯嗯嗯嗯 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台灣比較少嘗試還是說 其實台灣你平常在家裡附近的種類可能沒有那麼多 嗯嗯嗯 然後所以吃飯確實是這個客魚活動的一個很好的活動 對 沒錯 芝加哥你有比較就是你有覺得什麼一定要就是客魚 你可能是第一次啊比如說別人來旅行來芝加哥好 或者是說他剛來念書你有沒有覺得什麼是必吃或必看的 必吃或必看嗎 我先講我好了 嗯 因為我不是我不是在念書 但是我因為米爾瓦基離芝加哥就是 就差不多台中到台北那很近的距離 所以我第一個學期來去課要十次了 真的假的 所以就變我那個就米爾瓦基的後花園這樣子 然後我都去到就是後面我都在當別人導遊這樣子 真的假的 然後我自己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我每次去 每去必吃的就是厚的披薩 我覺得那個是芝加哥的一個特色 對 它叫做Deep Dish Pizza 然後我一直都吃一家叫Luminati's 然後當然也有別家Deep Dish Pizza 可是如果這個說有名的話 就是那個Roger Feather去吃過 那所以就是可以知道說有一些 有一些名人可能會他們來到芝加哥之後 會特地挑特地的餐廳去吃一些景點的東西 這個Deep Dish Pizza是一個 那如果要說我每次去都會看的東西 我想我每次去其實都會去那個 豆豆 豆豆 對 那個去Malini Park 就是那個你在電影裡面看到那個 那個彎彎的那個豆豆的那個 它叫做什麼 它其實是叫做Le Cloud Gate 當然或是Le Bine 然後就是它就是一個雲門的這樣子 所以我都喜歡叫它那個豆豆 大家都叫它豆豆 對 那個地方也是我每次去必去的 所以我大概就是我如果如果圖完今天 我帶別人去一個快速的芝加哥之宇的話 我可能就是吃 我吃就吃Pizza 然後我就會逛那個豆豆 然後再來就米西根大豆 那你知道那個豆豆為什麼有名嗎 是因為我先知道是因為那個電影看到的 對它如果是所以它是有別的事情有名 好所以那個豆豆 那個豆豆之所以有名 是因為它那個豆豆上面沒有任何的菱角 然後呢它可以你知道有就是 就是米西根大道那一條呢 我們會叫它芝加哥天際線 然後你可以從那個豆豆上 因為那個豆豆不是沒有菱角嗎 所以它可以把整個芝加哥天際線投射在那個豆豆上面 所以你下一次去看的時候 你可以從就是背對密西根的方向去看那個豆豆 你會發現整個都在那個上面 背對密西根的方向 就會是那個什麼 往那個就是一個人臉的那個 你往湖的地方看 然後因為它那個豆豆不是長這樣 然後湖在這邊 然後密西根大道在這邊 對對對 然後你從這邊看 就是你從這邊這樣看過去 你可以看到整個就是密西根大道的建築 都投射在那個豆豆上 喔那個我知道 其實每次去拍照也是都是要 就是尋求那個角度 然後把它拍上去印上去 對對對 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晚上的時候去看 白天晚上 我拍過黑豆豆欸 黑色的豆豆 因為是晚上去 然後就被黑豆了這樣 真的嗎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 整個燈都投射在上面 什麼之類的 這就是為什麼太有名的地方 對 所以那個地方也是你 你覺得你有必須的地方 那個地方 其實真的就是芝加哥的代表啊 嗯 然後我自己私人的行程 是我會去天文館 喔天文館 我知道 因為我會去 我很喜歡帶就是 那邊算是我一個小小的私人景點吧 因為你從天文館那邊就是 那邊是湖嘛 你如果去那邊的時候 你一定要晚上的時候去 然後你晚上去的時候 你從 你從湖的地方對著那個 City看 你就看到全部的大樓 對你會整個看到全部的大樓 然後你就可以拍照什麼的 就是我只要帶 就我有朋友來 我們都很喜歡去 然後他們都會覺得很驚實 我知道你說那個 因為我其實也蠻喜歡那個 因為那邊你就有一種類似海岸線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就這樣過去就是 你因為你走了一大圈 所以就遠眺回去那個城市的大樓這樣子 對 然後呢 芝加哥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碼頭啊 水軍 Navy Pier 水軍碼頭 就是他 他在 每年暑假的禮拜三和六 都有煙火 晚上九點還是十點都會有煙火 然後呢 就是我覺得看煙火最好的地方 除了在海軍碼頭看之外 就是那個天火館 對 就是你從 他從海上放了嗎 對 湖上 對對對 從湖上放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整個 然後真的就是還蠻美的 而且那個也是免費的啊 你去那邊就可以看了 嗯 然後必吃的話 我覺得 對 但是我覺得我會 對 但你喜歡的是另外一家 嗯 我其實這兩家我都喜歡 OK 就是Jordanos跟Lumanatis我都喜歡 那Jordanos我會推薦就是口味比較重的人吃 因為真的蠻鹹的 就是他們兩家 它相較起來 我覺得Lumanatis它比較清淡一點點 就是 你可以就是 對 我覺得都可以去吃一下這樣 嗯 對 喔然後Jordanos的那個薯條超級好吃 喔真的嗎 他們的薯條是他們炸出來之後 然後還會撒那個 這是什麼 起司飯還是什麼 但是它還會 它那裡面有一種香料 就是有一點那個 蒜頭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不同的香料在裡面 反正我覺得還蠻不錯 而且炸的就是 炸工還不錯 喔 對 那個是我們 就是我跟我朋友都蠻喜歡的 嗯 對 然後還有 還有Wallis Tower吧 喔 Wallis Tower 那個Wallis Tower我其實還沒有上去過 因為我上次上去的是 Chicower 360 嗯 然後但是Wallis Tower就是 因為它就是突出來那個窗戶 然後其實就是 這個網美們都很喜歡上去拍那個地方 對 欸那個是不是 那個上去之後會很快 就會被別人一直趕趕趕趕 對 就是你沒有辦法真的好好的看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Wallis Tower應該也是很值得上去 而且它好像門票三四十塊 我覺得其實我說真的啦 就是 我覺得 沒有很值得 但是就是我很多來的朋友都會都會想去 就你如果 你如果覺得說你短期內 你可能只會來芝加哥一次就去 對 如果你這一生你只會去芝加哥一次那你就去吧 因為那個真的是一個觀光景點 嗯 而且你知道Wallis Tower就怎麼樣有這個樓的嗎 我覺得超瞎的 就是它就是幾個有錢人 在一個會議上然後大家玩那個煙嘛 然後就把它煙這樣堆堆堆 然後就說 嗯這個蠻漂亮的 那我們蓋一個吧 嗯 真的啊 然後就有Wallis Tower這樣 對 我覺得那是算是 因為你每次看到那個照片的時候 它的辨識度很高 嗯 你就會知道說 那個就是芝加哥那一棟大樓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 是John Hancock大樓的95樓 它95樓有一個就是 晚上你可以去喝酒的地方 它酒可能會大概10塊左右吧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看夜景還蠻不錯的地方 嗯 對因為它它在95樓嘛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整個芝加哥這樣 那個我覺得如果有dating的啊 就可以帶去那邊 我就蠻不錯 筆記 對 真的很不錯 很不錯 重 對 就是真的還蠻重的 真的還蠻重的